时光音乐会迎来了周深的音乐专场 从节目起初小编就想一个问题 周深能够轻松驾驭其他歌手的歌曲 当他的歌曲被演绎时 时光音乐人会怎样来演唱呢 让我们期待田振 孙岳 阿渡 胡夏 黄岐山 梁龙 荣祖儿的精彩表现吧 周深首先带来了他演唱的歌曲《人世》 大家好 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 春天要到了 明天也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气 李春 任何事情都要有重新出发的勇气 因为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你的起始点 加油啊 这是他为电影《流浪地球2》演唱的定义主题曲 也是首唱《震撼》 这首歌曲是小编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看过电影之后 更是满满的感动和正能量 周深的现场开口就是武帝感 听得太过瘾了 可以保护好心中那一颗最童真的心 也是最享受这个世间最简单快乐的那个心 都能够被春风的温暖和解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2023年不复好时光 强大的声音控制力 也是得到了田正等人的称赞 你们被周深震撼到了吗 出不可及 也是周深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 阿渡选择演唱这首歌曲 小编还是有点替他担心呢 他的沧桑感会不会太低 能不能顶上去 听后才发现 担心是多余的 他们都会用最舒适的嗓音演一歌曲 虽然歌曲没有那么有穿透力的声音 但是也非常好听 烟桑配合轻快的节奏 关键是随性的姿态 没有了苦的感觉 还给人一种酷感 孙岳演唱了周深的《不想睡》 她的唱腔特别柔美 而且很温和 带着一种浓浓的抑郁风 温缓地曲调 抚慰心灵 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听到她演唱的歌曲 更不想睡了 应该说是把大家唱醒了 田正演唱的《若思念便思念》 也是有她独特的味道 她起初也是压低了嗓音 后面嗓音越来越高 越来越深情 所以有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 女瞎风十足 荣祖儿带来了一首《化身孤岛的经》 好治愈 她的声音唯美而动听 空灵与美好 听着治愈感满满 黄岐山带来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力量感十足 她恳强有力 给人带来希望 不轻言放弃 希望之光 让我们努力前行 胡夏演唱的《水行物语》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她的嗓音纯净空灵 演唱这首歌曲 也是缓缓地叙述着含蓄的深情 好深情 特别打动人 总的来说 在周深专场之后 时光夜会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目前不太清楚 周深下一步规划是什么 其实芒果这边有着宝岛记 而蓝台那边则是有着天字的声音和奔跑吧 我是希望周深去蓝台的 因为那边不仅可以有合唱单曲 而且奔跑吧娱乐性更强一些 周深综艺感足够好 能够收获更多的路人粉 你看这边有点点 感谢观看